昨天讲过了平布有中布、低布 那么今天这款就是中平布又称为四布 市场销售的一般又称为白四布 是用中特棉纱或者棉纤纱、棉粘纱、低棉纱等质质 其特点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密 布面平整并且丰满 质地又一般为监牢、手感比较硬 市场销售的平布主要用做被子的礼布 衬衫的礼布也有用做衬衫、裤子、被单 中平布大多用做瓢布、色布、花布的胚布 加工后它又可以用做服装的布料等等 是细平布又称为细布 是用细特棉纱、粘纤纱、棉粘纱、迷棉纱等质质而成 其特点呢就是布生细节、柔软、质地、轻薄又紧密 布面杂质的杂质比较少 细布大多是用瓢布、色布、花布的胚布来制作而成 加工后呢又可以用做内衣、裤子、夏季的外衣、罩衫等等面料 小心就吃饭了 感谢观看